关注我学习编曲混音的小知识小技巧 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一期的用Webz去混音实战教程 我们向大家介绍的是Webz里面的一个 也算比较新的一个成员吧 叫做Prinist Rider 它能达到的效果呢 其实就是能够增加我们的声音的一个响度 在我们以往的时候增加响度的时候 会用到限制器啊 这样子的效果 这个呢和限制器 它是有区别的 我个人的使用感受呢 它是介于限制器和压缩器之间的那个感觉 大家都知道限制器啊 就是限制一个音量分贝 那就是做它的一个天花板啊 就是你的声音再怎么样 也不能超过我这个声音 然后你通过不停的去调节 让你的低的声音挤压到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这样子的话响度就会明显的增加 但是唯一的不好就是 它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动态 当你的底噪比较大的时候啊 或者你的环境不可控的时候 在你放大你想要放大的声音的同时呢 你的噪音也会被放大 而这款Planet Rider呢 它并不会啊 把这个底噪的声音过分的去放大 从而来提升响度 这就对一些比如说你是一个现场演奏的啊 或者你是一个直播啊 在网络直播也好啊 在这个户外直播也好 在你去调整你的整体音量散度的时候啊 这个呢就是非常有帮助的 它的使用也是非常的简单 圆盘这边呢 我们这边是都不好控制的 唯一能控制的就是这几个参数 这几个参数是什么呢 就是不同流媒体平台的啊 一个响度最高响度值 比如说现在比较通常的 像网易云也好啊 抖音也好啊 或者YouTube也好 都是-14啊 大概这个范围之内 所以呢你定个目标 最高响度定在-14的LKFS啊 这个响度 当你设置好这个以后呢 它就会自动的啊 把你的响度啊给提升 我们简单的了解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听一下 我们先bypass掉 我们的语言的歌曲是这个响度 好我们打开 它就会自动的啊 达到你平均响度调到-14 这个范围之内 这边两个这个颜色的条 一个是顺时的一个峰值 还有一个是平均峰值 这期视频能够和大家介绍 Playlist Rider这个插件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